國民黨凱盜大造勢 狂吸八萬人盛況空前 也讓侯康佩選情加速逆轉 從南到北開始起風 我們在熱情拿起來 滿地乎 立投賴清德環島全台牌子 十八個縣市號稱 超過兩萬人參加 但網友秀出桃園場畫面 發現賴清德到場前 大家狂練習舉牌 但等賴清德上台一開 這樣出現的是這種畫面 舉高舉平放在頭頂上 不要動 我承諾 未來針對中央侵犯的社會住宅 將來 本來坐滿滿的人潮 突然少掉一大半 網友梗圖諷刺 排完字人跑光 桃園場萬人響應 只有九百人到場 甚空椅子瑟瑟發抖 台上來聽得喊得慷慨激昂 台下鏡頭掃過去空蕩蕩 還有阿伯不知道是不是 還沒吃到便當 連舉手都懶洋洋 你說好嗎 好 十五三九定期在 椅子沒人坐 台上還在講話 台下民眾忙著收椅子 紛紛散場 賴清德還喊得出這句話 讚讚讚 好 讚名大條 阿伯都不理 網友調侃 看來是便當發太早了啦 都跑去吃便當了 臨完雙主菜便當 當然要當遊覽車走啦 賴清德一路走來 民調沒有加分體 只有扣分體 搭台聲勢的方法 老套 動員 然後動員完了 就走人 反效果而已 對賴副總統是一個警訓 換句話說這些人是動員來的 結束了就趕快就散人 沒有抓到人心 執政好不好 看造勢人潮就知道 副總統說人都沒離開 現場百姓恐怕很納悶 你到底是在哪個空間 記得楊潔李玄愛真人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